热点时评 中国促成沙特伊朗恢复外交背后 习近平的全球目标 作者 大卫·皮尔森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大卫·皮尔森是纽约时报记者 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交互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中国政府上周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意外恢复外交关系上 起到了斡旋作用 这意味着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中美不断升级的竞争中 他一直在寻求提升自己作为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中国为中东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恢复外交关系 在北京主持了四天的秘密谈判 中国政府级别最高的外交官 立刻将谈判的成功归因于习近平的领导 称其展现了大国担当 通过把中东一项和平协议的达成归功于自己 习近平抓住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减弱的机会 将中国的领导力作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品展现给世界 习近平称后者正在推动世界走向新的冷战 这是一场有关国际秩序未来叙事的争夺战 华盛顿研究机构史听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 中国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失败了 世界正在陷入混乱 习近平提出的愿景是夺取美国手中的世界领导权 支持多边主义和所谓的不干涉 借由这个说法 中国主张各国不应干涉他国内政 比如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沙特与伊朗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 反映的就是这个愿景 多年来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参与 一直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基础上 并且避开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 而这种理想 以使得华盛顿扩大在海湾地区存在的能力 变得复杂起来 去年12月 习近平已经让世界注意到了 中国对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他在当月访问了利亚德 与沙特事实上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举行了会谈 沙特皇家空军还以精彩的飞行表演迎接他的到来 对习近平英雄般的欢迎 与去年早些时候拜登总统与王储见面时的情景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那次见面时 拜登不想与穆罕默德王储握手 而以同样令人尴尬的碰拳方式打招呼 那是人们记忆里美国领导人最棘手的一次出访 两个月后 习近平在北京热烈欢迎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来访 为了表示敬意 天安门广场上明里炮21响 作为一个被指控秘密制造核武国家的威权主义领导人 莱西在北美或欧洲国家的首都永远不会受到这种欢迎 美国支持一边打压另一边 中国则试图让两边靠得更近 这是一种不同范式的外交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说 如果中国在中东地区成为一个更活跃的斡旋者的话 那将是一个重大改变 中国以前在这个资源丰富地区的活动 主要集中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上 并不介入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 中国曾在2013年试探性的参与过中东外交 提出了解决尾巴冲突的四点主张 但那只是对旧思路的重复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与尾巴冲突相比 缓和沙伊冲突并非一个太大的挑战 中国与这两个国家都保持着强大的经贸关系 因此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将他们带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沙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之一 与美国不同 中国公开表示 愿意不附加任何条件与沙特做生意 北京已接受了利亚德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贾麦勒·卡舒吉2018年被杀事件的解释 作为回报 沙特拒绝谴责中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做法 中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始于1971年 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则是在约20年后 中国曾在2021年向伊朗承诺投资4000亿美元 以换取石油和燃料供应 但西方对德黑兰的制裁 使北京一直无法履行承诺 分析人士称 习近平认为 伊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主要在于它是一个志同道合的西方批评者 而且伊朗也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 战略性边界 酒精沙场的军队 以及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 中东地区的稳定也符合中国利益 它40%以上的原油进口来自该地区 此外 海湾地区已成为一带一路贸易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以及中国消费品和技术出口的主要市场 沙特 阿拉伯 卡塔尔 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G网络 由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提供 尽管如此 孙韵说 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上周五促成的协议的意义 沙特与伊朗在宗教派系上的分歧根深蒂固 修复这方面的关系不仅仅需要恢复外交关系 考虑到德黑兰和利亚德已经有恢复外交关系的动机 中国在促进协议上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关键 他说 沙特 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在讨论恢复关系 已经讨论了相当一段时间 所以 这不是北京一夜之间促成的 孙韵说 此事得以发生的最可能原因 是各方利益汇集到了一起 处境艰难 遭到孤立的伊朗得以喘息 沙特则借机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信息 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参与是有代价的 习近平则在面对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时 能够宣布自己作为全球领导人的威望 这不是中国将沙特与伊朗带到了谈判桌上 解决了他们的分歧 孙韵说 这是中国利用了这两个国家 希望改善关系的机会 对习近平来说 尤其如此 沙特与伊朗恢复关系 是在他获得国家主席第三个任期那天宣布的 是他延长了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后 迅速取得的一个胜利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闭关锁国三年后 习近平正在迅速恢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他已与数十位国家元首举行了会面 还派出高级外交官去世界各地寻求影响力 与此同时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高空气球进行间谍活动 对北京正在准备向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表示担忧 而且国会的反华声音日益高涨 中国否认了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说法 作为反击 他自称是和平缔造者 并在上个月提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建议 中国的建议已实际上被欧洲领导人摒弃 他们一直呼吁习近平使用自己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来停止这场战争 中国政府还一直寻求强调其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这是习近平一年前首次提出的 按照中国的说法 他是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世界最大的安全挑战 这份倡议重复了毛泽东时代的语言 比如弘扬和平共处 呼吁建立一个各国在支配全球事务上有更平等权利的新范式 呼吁摒弃单边主义 集团对抗和霸权主义 这指的是美国和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联盟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的倡议实质上是通过取代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 以促进中国的利益 该倡议呼吁秉持各国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用这个苏联时代的说法来反对中国周边以美国为首的联盟 全球安全倡议的很大一部分 本质上是要让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失去合法性 印度塔克沙西拉学会的中国问题研究员马诺杰·克瓦尔拉玛尼说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主持了沙伊北京谈判的闭幕式 他在闭幕式上说 两国达成协议是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通过对话解决矛盾分歧的典范 中国官媒发布的照片显示 在王毅主持下 沙特国务大臣穆塞易德·艾班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握了手 两人都面带笑容 我们将继续根据各国的愿望 为妥善处理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毅在上周五的讲话中说 他还说 中国将支持中东国家摆脱外部干涉 这是对美国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 全文完